暑假来临玉里奔局展现了反毒扫恶 维护治安的魄力 透过安居反毒友善通报网通报 侦查队明察暗访长期搜证之后 会同检察官侦办 一举查获了蔡姓男子不仅持有一把空气墙枪 同时还贩卖毒品 另外也查获了同伙的王姓女子持有毒品 经征讯之后通通发办 透过安居反毒友善通报网通报 玉里奔局侦查队明察暗访长期搜证 见时机成熟 报请花莲地检署后 有检察官指挥侦办 一举查获在社区贩毒的蔡姓男子 与持有毒品的王姓女子二人 玉里奔局落实安居反毒 尤其暑假来临 更是加强情纯专案勤务 严正打击毒品不手软 社区民众透过安居反毒友善通报网通报警方 辖区内的某一处民宅 平日出入分子复杂 疑似从事不法情势 侦查队高度重视 暗地查访与收证 终于有所斩获 因应暑期长假的到来 及全国青春专案的展开 本分局分局长陈伟文特别强调 安居反毒及保护少年的重要性 加强宣誓反毒 剧毒将毒品赶出社区的魄力 本分局侦查队经由安居反毒友善通报 接获民众的通报 辖内的某民宅平日出入分子复杂 疑似有从事不法情势 本分局政法队经长期的收证 报警台湾花联地方检察署 检察官指挥证办 本日一举查获蔡姓男子贩卖毒品 查获蔡姓男子不仅持有一把空气长枪 同时还贩卖毒品 另外也查获了同伙的王姓女子持有毒品 经征讯后统统送办 玉立分局表示 在执行勤务严查毒品之外 也透过举办社区治安座谈会 邀请辖区里民一同参与 宣示打击毒品的决心 打造社区友善通报网络 警民齐力将毒品扫除社区 并且保护新兴学者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玉礼采访报道